哈囉!今天是要邀請大家怎麼在菲律賓用手機網路儲值 還有最划算的隱藏方案喔 90批可以買2GB 等於只要50元的台幣 Zooby Talk 現在手把手教學 帶你去儲值吧 菲律賓的網路很便宜 那關於WiFi分享器呢 我需要租借嗎? 不用租借網路分享器 其實在菲律賓的話 你買個人手機網路就很便宜 而且又很方便 那電信公司呢? 在菲律賓有兩家比較大家的電信公司 第一家是Global 第二家是Smart Zooby Talk 過去在菲律賓幾次 都是使用Global的 那關於訊號呢? 訊號在市區都還蠻穩定的 除非你在地下室或是偏遠的郊區 那我們這時候就專心一起欣賞風景吧 那資費秒呢? Zooby Talk 發現一週七天 90批可以買到2GB 的方案就很夠用喔 況且它還是可以累計的耶 那影片後面我們還是會提供其他的資費方案 你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流量做調整 那影片的下方呢? 有Zooby Talk 的官網連結 如果你有需要圖文教學版的話可以前往喔 記得一下喔 只有在菲律賓當地的訊號 還有查錄他們的SIM卡之後 才是可以操作儲值這個動作喔 那旁邊影片的儲值畫面 都是我們在現場當地實際操作的錄影 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開始吧 拿到儲值卡之後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忘記 不然你的流量幾秒鐘就沒了 Zooby上司本人就是一個忘記 然後我三秒鐘之後流量就沒了 完全就是被秒殺 這個動作就是 請你在儲值之前 先關閉你的行動網路開關喔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們現在要來儲值囉 先關閉你的行動網路開關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你要儲值的手機 第二個是 你要儲值的網路卡 那你要記得先把它刮開喔 先進入撥打電話的畫面 接著你輸入米143緊 然後一大堆的字 然後你輸入2 按下回覆 接著再輸入數字3 也是按下回覆 這座畫面出現一個Enter10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就拿出你的刮刮卡 輸入前面的10個數字 輸入完畢之後也按下回覆 接著是6個數字 然後你再輸入你卡片後面的6個數字 輸入完畢之後 它畫面就會顯示說 你儲值成功啦 然後有多少的預約跟你的有效期限 那這時候你也會收到一個簡訊通知說 欸恭喜你儲值成功了 接著我們要購買方案囉 這時候你要用簡訊的方式傳送到8080 然後簡訊的內容就輸入你要購買方案的那個代碼 成功之後你也會收到一封簡訊通知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而且你用不完以後 在到期之前你再繼續加值 它是可以延長的耶 那這邊就是各種你可以購買的流量方案表 你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流量做調整喔 影片的最後請給Zobito一個喜歡 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也要同行的女伴吧 做好行前預期很重要啦 歡迎訂閱ZobitoYouTube頻道 我們每週都會定期更新 那如果你對旅遊有興趣的話 我們很常提供一些相關的懶人包喔 不知行程還有交通美食景點那些的 再回來之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你這是在菲律賓的網路使用心得 你覺得哪一家電信比較好喔 那訊號訊號呢 那我們期待下一次Zobito頻道見 See you 來嘗 Life 我喜歡我有請客 你請客 我喜歡我 你會幫忙 我喜歡 我喜歡